我的SOP是这样 就是我只要到一个地方 我就会照相 然后照了相之后 我就把它上传到Google地图上面 然后再做一些评论 反正就是一种习惯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刚刚到外面 六馆 或者是说到哪里 到这是五馆 图书馆 OK 然后到这个是五馆 不过我的习惯是我会记录 除了要给别人参考之外 也要给自己未来参考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 如果有一些需要记录的 比如说楼层介绍或者什么的 或者是上面有文字叙述的话 那我会把它拍得清楚一点 让别人能够有机可取 OK 这个是一种习惯问题 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你现在就忘记了 当你做了之后 你之后如果要找也非常方便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拍个照 那这一张其实是多的 拍错了 所以我的习惯就把它删掉 一到六 那主要这一张 主要是要做什么呢 跟各位讲说照相 还是有一些诀窍 你这样不能乱照 主要要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请各位看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 特别指出就是 你们的相机应该都会有HDR模式 这个意思应该是H D的话是Dynamic R的话就是Range 它这个中文名称叫什么 叫高 画素 算什么 高Dynamic 你们Google一下 我主要意识是说 如果将来你们要照相的时候 发现就是说你的前景跟后景 就是亮度差太多 比如说有背光的时候 前面按后面亮 或者后面按前面亮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开启HDR 这个HDR就是让前面也亮 后面也亮 他说高动态 对高动态 OK 高动态的一个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这个模式 如果你懂得会开的话 那你将来去拍夜景 也可以拍得很漂亮 如果特别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功能 所以我特别提一下 其实他真的不用提 像美颜那个不用提 因为大家都开最强的 我看每个 明明 明明 这个感觉好像已经插了粉 不知道插了多 实际上就是美颜做出来的 OK 好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我比如说我拍了几张照片 拍照的模式 我是建议HDR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有没有 该亮的地方 该按其实都出来了 按的地方也可以亮一点 OK 那比如说我照完照片之后 我怎么把它上传到 那个就是我的Google地图里面 的那个什么在地想岛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开启Google地图 所以这个地方 就跳到Google地图了 所以这边请你开Google地图 打开之后的话 记得一定要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再来的话 找到这个叫做你的贡献 这个你的贡献 不过这个东西在你的手机上的版本也有了 你的贡献 可以把它点开来 不过我有时候 一整天下来我其实拍了蛮多照片 但是有时候我忘记说我在哪边拍 有时候我会开启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就是说因为你一整天玩下来 你到哪里他会帮你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知道原来我今天去了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不过这边当然会有一点隐私 我这样会点出 我就变所有的行程都会被知道 所以你如果说希望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去哪里 你就把它手机拿过来 而且记得一定要开GPS 每天的话就把它打开看 你今天为什么去那里 时间轴里面都有记录 就是装置介绍就是好用吗 哪一个 那个也可以 不过那个是家长版跟那个青少年版 不过你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什么 老公版跟老婆版 是不是 也可以就是 假设你把那个版本创在另外一半的手机上的话 他的行踪也一来不一 不过当然 我们主要是贡献 你的贡献的话 点开来之后的话 他会自己出现一些讯息 比如说什么呢 如果说你点选这个 Google 有没有 在Google地图中加入相片 他会自动帮你把相片的东西 自动找出来帮你加进来 然后有时候我把它点进去 你就会发现你Google相片里面的 那个就是相片 他会自动跑到Google地图 他主要是记录下来就对了 不过前提就是说你的手机本身的GPS要打开 因为就是你照相的时候 他会顺便把那张相片 在哪一个位置拍照的 他会帮你写到相片里面去 这样的话才有才比较方便去记录吧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地想岛我这边秀一下 其实就我之前给各位看一下我的分 我的等级 他这个在地想岛最高等级是10期 目前我已经到第9期的剩下最后一里路了 剩下就第10期没有第11期了 所以不过其实我发现Google地图也蛮狡猾的 为什么因为5万分已经不容易了 他最后一集要10万分 这个10万分距离像还有这么多 所以这一条路真的还蛮遥远的 等于我还要4万多分 那里面的话大概主要你会发现 其实我得到分数最多的应该就是靠相片 也就是我不断在上团相片 但是我那个相片也不是随便拍拍的 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每张照片我都是深思熟虑 而且是已经斟酌很久之后 我才按下快门 我不像有些人乱拍一直拍 我是已经看好角度 而且我不太会不太会按下快门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角度的这张照片是真的漂亮 我才把快门按下去 那如果我拍了之后我发现不好看 我还是把它删掉 所以我上传的相片 几乎每一张都是经典 我是这样想的 你们自己可以去看看是不是经典 那这个地方的话 未来请各位 你们第一个 请你把在地祥导功能先开启 如果没有的话 再来的话 请你让我知道你现在的等级 也许你把它记录下来 那你可以就是说 因为我想知道 就是说 你们的开始 跟你们未来学期末 的结束中间 努力的程度是多少 如果你非常努力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部分的作业 就会非常高 如果你都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那当然你就没有努力 我主要是希望你们知道 Google地图里面的相关技术 还有它其实里面很多AI的成分在里面 OK 如果你会用的话 其实就藉由Google了解未来的一些新科技 所以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也许你可以把你现在的位置 比如你是等级一也无所谓 哪怕你是等级五也无所谓 我是希望你未来这段时间能够多一些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 我怎么样把我的习惯 我跟各位讲一样 第一个 我大部分就是说我会先规划我的行程 那我怎么规划行程 然后再来我怎么样把我拍的照片先上 我先讲我怎么把相片上传 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有拍了一些照片 那我的习惯就是回到家 我拍了这几张照片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直接先找到那个位置 那不过会根据那个时间轴 所以我先把那个时间轴 要不然就是我找到那个原字大学 原字大学找到 那我就找什么 我刚刚拍照的位置 比如说我刚刚的位置是在 这边有五管 不过有的时候没有那个五管在这里 我就找到五管 还有找到六管 六管在这里 有没有 那我就把什么 把那个位置想要五管 点下去之后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拍一张照片 是五管这两张 那我要把这两张上传的话 那我就点五管之后 这边不就会有 有那个底下往下找新增相片 对不对 新增相片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上传 你可以自己丢 不过因为我这边的话 我是放在我的Google相片 因为我拍照完 它会自动帮我上传到Google相片 所以在Google相片里面有这两张 那我接下来是 切到手机中的相片 那手机中的相片 就显示出来了 其中的话这一张 跟这一张就出现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按选取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两张相片 就会到五管的上面去了 所以等一下你们点 会看到我传的相片 那再来的话你按完成 它就会再跳到这个画面又回来 那我把它上一页好了 上一页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传了 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你可以评论 评论在哪里 评论提出修改意见 不是提修改意见 新增相片 评论的话 底下有评论 别人的评论 这边编辑 没有我已经评论过了 学习了 我给他五颗星 ok 当然你可以怎么 在底下有个编辑你的评论 大概就这样子 就可以吧 那所以呢 如果你只要找到一个地方 六管没有 六管没有地标 怎么办 如果没有地标还有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 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它可以怎么样 好像可以新增吧 我印象中它可以 什么 新增遗漏地点 对 然后它跳出来之后 名称叫做 什么 原字六管 然后等等把它加一加 这样的话也 你如果新增地标的话 它也会帮你加分 ok 所以以后如果遗漏的地方 你只要去那地方 奇怪发现地图上没有 那你就把它新增 这样也可以加分 加分会比较多吗 会啊 它大概规则自己看一下里面说明 你看哪一个加分最多 你就尽量往那个方向 把它舍弃好了 你们自己等一下自己加 我只是 稍微说明一下 其他大概就这样 也就是说 每一次去一个地方 我就可以 把这个相片传上去 然后 再 把那个什么呢 就是评论加上去 你就有分数了 这样这样一直不断加的话 目前就可以看到我的贡献 就是这样而来的 所以我的贡献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出现 这个我的贡献 其实还有勋章 进一步了解 这边有个进一步了解 那个分数相关资讯 所以如果说呢 你想要拿到比较高的分数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哪个分数最高呢 评论十分 对不对 撰写超过200个字的 再加十分 所以记得 你要超过200字 你就201个字就好了 就20分了 但是要写200 超过200字的评论 好像真的不容易 而且我发现 很少人有写200字的这种 但是如果你以后希望被人家看到 你可以做一个Google的 算是旅游文学作家的话 其实说真的 这也是一个机会 你要被看到的话 那其实很多时候邀请 像什么旅游达人 要邀请 怎么邀请 其实就是找那个Google地图里面 评分最高的那个人 请他上节目可不可以 可能 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要被看到 可以很多管道 影片的话7分 然后影片才7分 好像有点少 那谁要录影 相片的话5分 也就是我刚刚传上去的话 两张相片就10分了 那另外的话我刚刚新增什么 新增地点15分 还蛮划算的 所以你可以到处去新增 然后新增一条道路15分 查证内容才1分 那谁要查证内容 回答问题1分 有没有 然后每个回复3分 OK 所以知道分数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等级 没有勋章 然后这个是也没有勋章 第4集才有勋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勋章在这里 这是我的勋章 我的勋章是在哪一个呢 OK 所以你看到我这么多光芒 就非常的耀眼 OK 那我最后是这一个 那他说 请注意在24小时 完成更新 因为他可能会审核 那计划规范等等的 那获得勋章 评分位置等等的 那其他的话呢 就自己再看一下 进一步了解福利 他有福利 什么福利呢 月分认可 这什么 认可是 也没有啊 这什么 这没有福利啊 希望他能够未来 可以多一些福利吧 那这样的话 努力才会感觉 会愿意多做一些事情 没关系啊 反正做事情总是愉快就好了 OK 那之所以我会分享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因为别人的评论 那我知道说哪些地方去了之后 我不会后悔 所以呢 我也应该要回馈嘛 所以这种就是你得之于别人 那你应该要 涌全以报嘛 所以我给他们那么夸张 那再来的话呢 我讲一下就是说呢 我 待会再分享一下就是 第一个请各位试一下在地想导 稍微了解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也许我们在期末的时候 会请各位 再让我知道一下 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做了多少努力 有多少东西 让我大概知道一下 然后你使用Google地图的一些 相关的心得 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 就是电脑上的画面是长的 其实在手机上也是差不多的 功能基本上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在地想导的部分 谢谢啊 谢谢大家